降低车祸死亡率是陆兆福出任交通部长之后 定下的其中一个首要任务 今天早上8点半 他抵达位于布城的道路安全局 和官员展开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 所谓马路如虎口 根据大马道路安全局所公布的数据 在2016年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 多达7152人 而在年龄介于25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更是超过2500人 交通部长陆兆福建就在记者会上指出 他觉得需要重新去探讨 考取驾驶执照的合法年龄 大部分这些有超过30% 这个死亡人数是25岁以下的 所以有很多是那些10多岁的 摩托骑士 就是摩托骑士 但是16岁在坐摩托 这个是不是适合 现在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个决定 所以暂时的这个法令是16岁 16岁就可以考去摩托骑士 17岁就可以考车的骑士 所以这个16跟17岁 到底我们也不应该要检讨 陆兆福坦言 要更改考取驾驶执照的年龄 其实并不容易 政府需要顾及到一些偏远地区 或者是乡下 当地公共交通并不发达 许多中学生是依靠摩托车上学 无论如何他鼓励民众 透过各种管道 就比如道路安全局的官方社交媒体 发表意见 让当局收集民意 我们希望马来西亚人民 特别是年轻人也好 父母也好 他们给一些意见 我们没有一个时间表说 要急着要改这个法令 但是我希望通过媒体 可以发表一个讯息 就是希望大家给意见 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灾难 开灾节即将到来 交通部需要推出提升 道路安全省觉的广告 但是碍于资金短缺 无法落实 他鼓励各企业 比如保险公司 考虑以赞助商的身份 协助政府与道路安全局 共同合作 推出提升道路安全意识的 广告或宣传短片 他在记者会上还开玩笑 指 如今的财政部部长 并不大方 陆照夫表示 如果接到亡魂的人数减少 那保险公司也无需做出赔偿 因此可达到双赢局面 另外当局将从6月7号开始 在全国各地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 道路安全联合行动 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NTV7 许文杰采访报道 文章总员 感谢观看